因为已经 还有一分钟到六点 我们再稍稍等一下 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始 好谢谢大家 我录个视频 就是在我们分享的过程中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就欢迎大家提问 然后也是打在这个 question box里面 然后我们在老师分享完了之后 然后呢 还有我们最后有一个 Q&A的环节 也都会为大家进行一个解答 我们再稍稍等一分钟 因为看见大家在陆续的加进来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好的好的 那我们感觉大家来的人数差不多了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 首先很开心大家来参加我们数据用学院的这一次公开课的分享 今天呢是由Jason老师和Kevin老师来给大家做这次的分享 那么我们这个内容 那么我们这个内容呢主要是会包括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大数据行业里面 我们的数据科学家和数据工程师 这是两个最夯的职位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两位老师呢就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是数据科学家 什么是数据工程师 然后他们的这个岗位的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是什么 以及这两个职位的区别是什么 然后呢也会给大家介绍 硅谷最流行的一个大数据框架 然后为大家进一步学习大数据 做一个很好的准备 然后呢在我们的最后会有一个Q&A的环节 欢迎大家踊跃的提问 你们可以提任何问题关于数据用学院的 或者关于这个职位本身的 然后或者是关于课程的都可以 然后我们到时候会让Jason老师和凯文老师 给大家做个详细的回答 然后咱们第一个开始 我们先请凯文老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那我就我先介绍一下凯文老师好 凯文老师目前是在我们的BOA 做这个Engineer VP的一个工作 然后呢他是毕业于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 然后是一名计算机科学的博士 然后呢之前也就职过 也在那个Capital One的上海软件部 当高级软件工程师 他拥有非常丰富的面试经验 也热衷于计算机基础的教学 然后那我们就欢迎凯文老师 先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嗨 各位同学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能听见吧 很高兴能有这次机会和大家分享过去十年吧 我在这个计算机领域和金融领域的一些点点滴滴 也算是我对大数据在金融业应用的一些个人的看法 拿出来和大家讨论讨论 那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 我是国内的本科 当然我本科学的是电气工程 机器自动化 然后本科大部分同学毕业以后 都去了空电局电力社机院 分布于全国各地 现在也做的都很不错 那大学四年呢 整个世界经历了这个.com的高速发展 和这个泡沫的破灭 让我看到的计算机高速发展不可避免 所以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去了上海 加盟了一家这个 做金融软件的外资行业的 就Capital One 也算是转行了 然后在上海一座做了三年 然后2004年来到美国读了一个Compute Science的PhD 现在在BOA 从事一些金融数据分析和资源机编程的工作 那既然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大数据 那我从事的这个行业又是金融行业 那我就来说说大数据在金融行业的这个现状和前景吧 那我们先来看几组这个数据 那第一组是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量 那单位是ZB 那1ZB等于10的12字房的GB 那可以想而知这个数据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这个橘黄色的线是它的一个增长速度 那可以看到仅仅几年的时间 这个数据就翻了数十倍 其实数据在互联网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增长 但随着现在这个处理数据技术的不断的创新和完善 很多很久以前就有了一些经典的数学模型 得到了这个方向光大 而且更多的算法和模型也层出不穷 那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这个数据 今后几年的又一个数据紧喷是这个指日可待 那相对应的大数据的这个市场规模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右边这幅图 也是成这个指数级增长的 那随着这个蛋糕越做越大 越来越吸引人 那几乎各行各业的巨头都想抢得这个先机 那全世界以这个美国为龙头老大 那中国也不甘落后 而且大有这个赶超美国的知识 那比如前段时间这个首度 百度的这个首席科学家吴文达 那加盟然后现在又离开了 那比如这个阿里巴巴的阿里云和京东的大数据平台 那比如就是在上个月吧 蚂蚁金服全部全球 并购全球第二大的这个汇款服务公司 Moneygram 那数据显示中国大数据应用投资规模 以五大行业最高 那金融这个互联网行业是独占凹头 那占大数据投资规模的28.9% 那其次是电信领域 那第三就是我们的金融领域 占了17.5% 那可以看出无论是投资的规模 和这个应用的潜力 金融行列都是大数据应用的一个重点的行业 那从这个投资的结构上来看 银行是金融类企业 其实这个金融类企业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证券和保险分别位于第二和第三位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分别介绍一个银行 保险和证券行业这三个方向 大数据的应用情况 那这个大型银行都已经完成了 这个电商社交 P2P和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和推广 那这些电商社交和P2P平台 可以更好地帮助金融机构获得客户数据 以便于发展更深的基于数据的金融服务 那比如说中国的中信银行 信用卡中心使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了实施营销 其实这个技术其实最早是在英国所诞生的 那比如现在国内的光大银行 也建立了社交网络信息的数据库 那其实很多银行都在利用大数据 发展一些小微的贷款 这里能够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那比如第一个就是这个客户的profile分析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应用也非常广泛 比如说我们部门也同样会应用到这一个技术 那从大大的方面来说呢 比如说银行有一个基本的需求 那就是要评估每一个月 每一个时间段 银行的一个资产负债表 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月下个月 今后半年三年五年 每个月到了月底 你的银行有多少储蓄 有多少资产负债 那如何去评估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在对银行来说一个requirements 因为这个直接上层上层的这个executive 就直接看着这个数据来做一些最重要的strategy 其实如何去做这个评估其实是非常简单 就是评估每个客户 每个月账上的余额 然后全部加起来 那如何来评估每个客户 客户又分为个人和企业 那个人的这个信息 主要包括了这个人口统计学的特征 消费能力的数据 兴趣的数据 风险偏好等等等等 那企业的客户就包括了 比如说这个企业的生产啊 流通啊 运营啊 财务 销售和客户数据相关产业链上下游等数据 那对于我们来说 如何第一步如何去收集这些数据 采集这些数据 然后数据很多时候都是从第三方 DataSource所获得的 那你如何去 去把这些乱七八糟 很杂七杂八的数据 把它统一化格式 那这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如何把它存到你自己的 一个数据数据也好 这个DataWire也好 哈温老师 哈温老师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您 因为同学说 希望您能把PPT全屏 这样大家能看一点啊 好的 这样可以了吗 可以可以 谢谢 好 那我继续 刚才说哪了 就是对我刚才说三步 第一步是如何收集采集数据 第二步如何整理这些数据 第三步如何你把你这个数据 存在你所希望的一个地方 然后一个格式 然后最后才是如何去利用这些数据 那这是我们银行很多部门所需要考虑的一些事情 那这是这是对于客户profile里的一些的分析 那这些样的分析呢又分布在各个的各种产品上 比如说个人筹序啊信用卡的账户啊 投资账户啊 借贷啊等等等等 这些是这个是我们我们银行我们部门最最重要的一个一个业务之一 那第二个例子呢 就比如说这个风险管控 那说个例子大家都能理解了 那比如说内地某知名男演员 前不久在美国被抓 对吧 涉嫌逃税和洗钱 那其实就是银行风险管控系统起了作用 那如何在众多的交易中找到某种规律 识别这种欺诈交易啊 或者分析反洗钱行为啊 那这些就是现在银行也越来越多的利用了大数据 来帮助完成这一个功能 那比如说这个Chase银行 利用大数据追踪 盗取客户账号入侵 自动会员机系统的一个罪犯 那个人或者企业在申请贷款时呢 这个贷款风险评估 也可以利用大数据来获得更准确的一个评估 那其他的例子还包括银行的运营与营销 那这个和其他各行各业都是比较类似的 那我以后比如说这个分析客户的消费习惯啊 来给特定的客户来制定 制定他们所需要的一个产品啊 来挖掘 比如说挖掘潜在的客户啊 构建这个客户流失预警的一个模型啊 那这些都是大数据在银行业的一些 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运用 那我们下面第二个来说说这个保险业 那说到保险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大大小小的一些代理商 那这个代理商的这个嘴啊 都是一个巧奢如簧的 那如何他们如何利用这个人际关系网 是业务开拓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那随着大数据慢慢慢慢的这个侵入 代理商的这个作用呢 就慢慢慢慢淡化了 那取而代之的是这个个性化的销售 和这个精细化的利益 那保险的种类有非常非常众多 那比如说单拿这个人寿保险来举例 那有这个定期的售险啊 终身的人寿保险啊 组织型的人寿保险啊 投资型的 那要如果细分的话 那种类就更多了 那如何在短时间内能够抓住客户需求 并推荐一款适合的产品 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在大数据时代 那结合客户职业爱好习惯 这个家庭的结构消费的方式 甚至是这个客户 每一个人对风险的这个承受度 都可以利用机器学习 来对这个客户进行一些分类 然后再做一些细分 然后给不同的客户来制定 提供一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的策略 那这样就可以大大简化了 代理人的这个工作的复杂性 那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很快 那这个保险的这个代理商 这个职业可能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那和这个商业银行风险管控的比较类似 那保险业也存在众多的这个保险欺诈和滥用 比如非法骗取保金 在这个保额限度内 我重复就医 然后浮夸的这个报理赔金额等等 那这些保险公司 现在就可以利用过去的数据 寻找影响保险欺诈 最为显著的一些因素 来建立一个预警的模型 并通过这个自动化积分的功能 可以快速的将理赔案件 按照滥用欺诈可能性进行分类处理 那这个是保险业 大数据在这个保险业的一个应用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证券行业 那正相对于银行和保险业 证券行业的大数据应用期术就比较相对较晚 但是他们的发展是非常非常迅速 那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 曾经的证券公司 都有这个资深的股票交易员 或者投资组合经理来管理这个资金 比如说买卖什么时候买卖 完完全全取决于他们的经验和运气 那但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 都会犯错 那赚钱的时候很浮躁 那赔钱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非常恐慌 那这样的场面我们见过的太多了 那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呢 就完完全全改变了这个景象 那举个例子 2011年的时候 英国的一家对冲基金 建立了一个规模为4000万美金的对冲基金 那这个基金呢 通过分析推特数据 来感知市场的情绪 那就是主要是看推特上面很多 这些投资爱好者 他们所发的这个推特 然后呢来分析他们的情绪 那肯定是有一些关键字 然后用这个模型来指导进行投资 那这家公司在第一个月的交易中呢 就获取了百分将近百分之二的收益率 远远高于当月只有百分之零点七六的其他对冲基金 那基本上是两倍将近三倍 那大家肯定都听过这么一个词 叫做量化分析 那其实我在银行里头也基本上就是做这个的 那首先是有要有量 那也就是要有海量的数据 然后要在基于产品的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独立变量之间 我们要来寻找关系 那从这个深度的历史数据中 找到这些变量相互的一个关联性 那可以帮助公司做出更加准确的决策 在寻找有针对性的销售市场和定价策略方面呢 可能这个模型可能更容易获得成功 那其实这个大数据的 用大数据来开发的这些模型呢 意味着带给证券公司更多的收入 和更快的一个销售周期 那这里的例子呢 就非常非常的多了 对吧 那再比如说这个2012年 那中国的第一个个人投资 这个由国泰军安推出的 这个个人投资者投资景气指数 那也是通过一个大数据来分析 个人投资者对市场的一个预期 那分析每一个人对风险的一个偏好 通过这些信息来建立这个模型 那这些指数其实在西方国家很早很早就有了 那在我们很多很多的模型中间 我们也都会用到这些 都会用到一些这样子的变量 然后再比如说这些变量 包括这个美联储定期 他都会公布一些数据 对吧 比如说投资者都会以此来为风向标 那最后一点呢 这个和银行保险类似的 那券商也可以通过分析客户的这个账户状态 账户的价值 交易的习惯 以及这个投资的偏好 以及投资收益 来进行对这个客户的细分 然后来发现客户交易模式 类型 然后找出一些最具潜力的这个客户 然后来把他们发展成一位客户 然后提供他们最需要的一个服务 更好的配置资源和这个政策 以及如何去抓住最有价值的客户 那其实说了这么多 大数据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 大家觉得可能都有点遥不可及 那我们来说说比较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来看看大数据和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我们所知道的矿工 马工 归工这三个如何能把它给结合到一起 那在北美从事工程相关的朋友中 可能都流传这么一句话 就比如说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那回答简单很明了 归工马工或者矿工 那归工指的是这个从事半导体 相关行业的 这个比如资算机硬件 这个芯片设计等等 那马工指的就是从事资算机软件相关的工作 日常日常需要编写很多很多的代码 所以我们也称之为程序员 那矿工就是指的这个金融领域相关的工程师 比如这个设计并实现金融数学模型 那这三种工程中听上去有些自长 但是就都是就业市场上的这个香伯伯 都可以在这个美国职业台行榜上 高薪台行榜上都占据一气之地 那这三个公共的顶尖公司 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甚至被很多人列为心中的这个Dream Company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量化分析 英文叫做的Quantitative Analysis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里说的矿工 那矿工嘛 不名思义就是挖矿的民工嘛 对吧 那因缘巧合 那矿特呢 大多数来源于金融行业 那正好和矿啊 金矿啊 对接起来 那正是一个小笑话 那矿特大多数商业银行啊 投资银行啊 其中基金等等公司 那这个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呢 能让很多科技公司也出来 很多Data Scientist Data Analysis的这样的职位 那Quant简单的来说 就是什么时候买东西 什么时候卖东西 要买卖什么东西 对吧 那比如说这个金融衍生品啊 比如股票 基金 债券等等等等 那换一个高大高大上点的说法呢 那Quant的工作就是实现设计并实现 金融的数学模型 包括金融衍生品的定价 风险评估 市场预测 当然也包括交易 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矿工的一些小工种 那这些小工种和这个Data Scientist 或者是大数据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首先就是 首先是trader 最上面的集是trader 那我刚才也说了 trader现在越来越多的被 这个高频交易所代替 那而且trader的人数现在是越来越少 对吧 虽然他们曾经非常重要 但是在不同的将来可能trader的日子就不这么好过了 那下面一个提别的就是desk 那这些人呢是直接服务于trader 调动 那当然这个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那他们的这个日常工作变化是非常非常大 那经常是以小时甚至一分钟来修改的 比如说trader需要一份分析报告 或者是运行一些ad hoc run 那他们 那这个desk款就要随时做好准备 那他们往往的这个知识储备非常丰富 从数学啊到统计啊 从金融啊到计算机 他们都会比较熟悉 但是他们可能做的东西就不像一些的 做数学的做大数据的 做计算机的那样子的高高精尖吧 但他们的知识面非常非常的广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statistical arbitrage 那中文应该是叫做这个统计套利量化分析师 那这这一类人呢 多数是出现在这个对冲基金公司 那精通大数据和建模 那在数据中需要寻找自动交易系统的一个模式 那再下面是这个research 那这是一帮数学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那多数有非常丰富的科研背景的phd 他们需要尝试各种公式和模型 并可能对出现的这种各种市场环境 做一个评估 那帮助上层的做决策 比如说有做pricing的 有做风险评估的 有做市场预测的 如果你喜欢挑战 喜欢科研 那你可以去选择这个 你肯定不会觉得的工赏 但是呢 这一行业要耐得住寂寞 因为在没有出什么特别大的成果之前 可能比较的某某无闻 那和他相对应的 有一个叫做model validation team 那这一个team的经常是为 确定这个research 他们开发的模型的正确性 要去做一个验证 那最后一类呢 就是quant developer 那就是投行里的软件工程师 那他们所需要的就是把desk quant和model quant开发出来的这个数学模型 把它自动化 比如说告知比较交易 那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数据信息 告诉发展的时代 这一切都离不开计算机 那也离不开这些quant developer 所以quant developer首先是一门 首先是要一名优秀的码工 其次也要具备一些数学和金融的知识 当然了这quant还有其他很多工种 比如说按照职能来分的话 可以分为这个front office middle office和这个后台的back office 那也可以按照这个买 也可以分为买房或者是卖房 他可以按照不同的领域去划分 比如说有做外汇交易的 有做这个fixed income的 很多很多 还有比如说做这个大宗商品交易的 比如说能源商品 基础员材料 农服产品等等 OK 韩文老师 不好意思再改断您一下 因为刚刚看见question里面有几个同学反应 说可能他们听 就可能您离那个mine太近了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会比较吵的 对对对对 那我稍微远一点 那我稍微远一些 OK 现在是不是好点 我其实我听着都还行 那我稍微远一些 好的 好的 谢谢您 那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个矿工 我们也介绍了大数据 那我们现在结合起来看看 刚才说了 做这个股票的交易员 开始慢慢被这种自动算法交易的所替代 对吧 那人为的因素在交易中的成分越来越少 那这个算法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对吧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个research font 那很多时候一帮非常有丰富经验的 这个数学物理 统计背景的这个数学科学家 他们要在数据中去找关系 建立一个模型 因为有了模型 需要提取啊 转化 并且加载更多的数据 到达目的端 然后把这个模型转化成程序 完成自动化 那这个呢 我们就需要这个 数据工程师来去完成了 所以矿的developer 很多时候 他也是一个 也是具有一定的数据工程师的这个skill set 那 再补充一点 就是 搭数据中间 在银行中间 我们也会经常用到这个自然 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应用 那比如说以前 我们去申请贷款 那贷款人需要提供非常非常多材料 比如包括这个收入证明啊 财产证明啊 小费记录啊 那这些文件啊 每一个人提供的格式可能都不是一样的 有的是图片啊 有的是word啊 有的是pdf啊 那每个人的格式都不一样 那需要很多的贷款的审批人去审理 那就是我们经常说 收入到这个underwriter 需要很多人去审理 那这个都是人为这个因素 那现在有了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呢 那这一份工作可以很轻松的 有计算机去去完成 去去完成所有的审查工作了 OK 那讲了这么多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如何来准备 这个即将来临的 这个金融大数据的这个风暴 那既然是数据 首先数学的工作 你可能就要做好 对吧 微积分啊 概率啊 统计啊 线线代数啊 随机微积分啊 这个一个都不能少 对吧 那好在数学对于中国学生来说 可能加清就输了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金融相关的知识 那这一块很大也非常广 就像刚才介绍的工种一样 有很多很多种工种 将来的工作所用到的 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块 那现在去多了解一些呢 掌握一些比较通用的知识呢 肯定是没有坏处 那下面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这一门课是 给大家engineer 对吧 那就下面讲的就是要跟计算机相关的 那我也会讲一些科大数据想嘛 那有的同学说 我不是学计算机的 那是不是这边就可以省略了 那我给我 那我给大家讲讲 我身边的一个事情 那我现在的这个部门呢 是叫是一个商业银行的内部的投资部门 叫做cooperate investment group 那这个部门 这个大部门呢 大概有差不多300人 那我们组呢 主要是做model implementation 那和我们经常合作的一个组呢 另外一个组是做这个系统的scheduling和维护 那这两个组 我们这两个组加起来差不多就60多人 那大多数人 大多数是计算机出身的 那其他还有200多人 那那些人呢 大多数是做模型的各种模型 有做这个资产投资和管理的 有做风险分析的 当然了我不可能认识这所有的200多人 但是和我所接触过的同事中间 不管是学什么的 金融的统计的数学的物理的 很多很多 多多少少他们都有一些编程的技术 或者是能用这个sicle 写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查询语句 或者是能用python 或者是r写一个小程序 来计算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 或者是一种sus或者是metlab 那300人 我当然不可能都认识 但我可能也认识 大几十号人到一百号人 那认识了这么多人中间呢 我只有一个人 我不确定他会不会编程 那那个人呢 就是我孤独的CIO Chief Investment Office 那其他人我所认识的都是 他们多多少少都会一些编程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客想而知 你走尤其是data engineer 更不用话说了 你肯定是得去变成的 那很多同学说 那我data scientist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变成了呢 那显然是不太正确的 对吧 那现在越来综合性人才 那多多少少 你还是得需要有一两门语言 还是得拿着出手的 对吧 那比如说python 你可以写一些 你最起码用python写一个什么linear regression 或者什么kmeans 这些东西你会写的吧 对吧 这个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你不一定像像计算机系同学 那么系统的去学习 但是掌握一到两门语言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对于学计算机系的 或者其他工程系的同学 那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对吧 那理所当然要更加深入一些 不能局限于写一些小程序 那这个系统架构啊 大数据的常用常用知识啊 那比如说我们组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Harduple MapReduce和Spark 那这些都是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东西 大家还是多早一些做准备吧 那不管什么专业什么方向 那金融领域有三大法宝 那数学金融和计算机 对吧 那尤其是现在 大数据在这个金融业 应用的越来越广泛 那你去学一些 比如说ETR的知识啊 如果去Extract Transform 和Load这些Data呀 那SQL啊 Harduple MapReduce和Spark呀 这些东西呢 一些基础的东西 而且帮助你去多做一些project 希望同学们能在这一期课中间能有 能有对这些东西能有些更深入的了解吧 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此能够帮助大家 那行谢谢 那最后祝福大家这个学业有成 或者将来能有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 那行那我下面把话筒交给主持人和Jayson老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凯文老师 然后呢我们 我现在有些同学在提了一些问题 然后可能也需要凯文老师做一个解答 因为之前凯文老师您提到了Hive 然后有个同学就问说Hive很慢 他说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Hive很慢 那其实两方面 对吧 一方面是Hive 假版的东西多少都会慢一些 另外一个就看这个cluster 是怎么去配备的 对吧 那我们 来了你这个个人去跑Hive 那你是在Virtual Machine上面去跑吗 还是在Cloud Run 还是说什么什么地方去跑 那基本上在自己机上跑肯定是会比较慢的 对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可以连到我们数据学院的这个cluster 去刷 你可以去试试看 对吧 这个是 这个同学说他是在EMR上跑 OK EMR上跑 那下期让他去试试到这个 到数据学院的cluster上面去跑跑看吧 对 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慢 说实话 一方面是本身会慢一些 另外一方面是跟你这个cluster的配置啊 比如说我们我们组 我们的CPU有2000多个CPU 那跑什么东西都还是挺快的 对吧 那这个这个 这个不好相继并论的 对 所以如果说你对配置上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私下里继续讨论 好的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问他说那个老师能介绍一下 如果去BOA面试的话 就是你们会喜欢招什么样的candidate 就是这个职位 因为因为我还是属于这个矿的developer 对吧 那我属于矿的developer 那我的这个背景也是这个candidat size出身的 所以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呃 编程还是得需要的 编程还是需要的 然后会问一些数学的和统计 数学统计和这个概率的问题 经常会给你一个 经常会给你一些这个这个 和金融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让你去算pricing 去让你去算出来的 对 有的时候是让你用手算 就看你是什么背景的 如果你是数学背景的话 可能会让你去手算 如果是算机背景的话 可能会让你写一个程序去算出来 然后说实话 我们组对大数据的这个 其实我们隔壁组对大数据的要求 会更高一些 因为他们会做这个scheduling 和这个Hadoop library tools 他们会念一些大数据方面 那对于我们组的话 那主要还是计算机和数学金融 这两块的东西 然后有的时候会让你去做一套 online的assessment呀 然后会问一些比较 比较有深度的一些 主管名单柜子方面的东西 好的 谢谢凯文老师 谢谢 谢谢 好 那咱们接下来就是 杰森老师给大家做个分享 然后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我们的杰森老师 他是我们数据应用学院的创始人 然后也是数据科学协会的发起人 然后之前呢 杰森老师是在厦门铁客 担任了八年左右时间的这个 cine engineer 然后他是大数据安全和数据科学领域的一个专家 那我们就请杰森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可能是这个数据科学这个 这个position方面的一些分享 好 OK 大家好 对 我现在是在那个居加哥 我们就是今天在居加哥呢和居加哥大学 做了一个Chicago DataSense Conference 2017 这是我们主办的第三次这个数据科学大会 前第一次是在去年10月 去年9月25号在UIC 就是南加州大学 我们做了一个800人的一个数据科学大会 请了25个这个数据科学家来和这个学生们交流 2月 今天2月份在UT Dallas 办了一个今天是在这个居加哥大学 对 嗯 今天很高兴能够就是给大家就是 跟大家一块交流一下这个 大数据这个系统的一些基本概念 然后的话呢 也为这个去找这个数据工程师相关这个工作的同学呢 嗯 有一些啊 技术方面的一些交流吧 对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想在这个数据这一块有一定的这个认识的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What's big data 对吧 就是大数据是什么东西 嗯 以前我开玩笑说 我说大数据就是大公司的数据 其实这个话说的也有道理 因为在14年以前也就是一些大的公司 他们才会拥有这样海上的数据 但是14年15年16年的发展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甚至于一些stark公司都在用这个大数据的平台hadoop spark来去做这个数据的存储和管理 这个主要是几个原因 一个是就是说很多公司发展非常快 那么他们需要一个scalable的一个系统 是分布式的 就像那个airbnb uber这样的公司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转到hadoop spark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发展太快 对好 那么我们来说什么是大数据 同学们记住大数据就是这个四个v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数据的数据量肯定要大 对吧 都是tbg的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数据类型相对非常的丰富 就是包括structured和unstructured structured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叫结构化数据 这个的话 其实在传统的这个religital database里面就能够处理掉了 但是如果你进入unstructured的这种数据的话 那么你就要用大数据里面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nancy call这种database 包括graf database 包括hbase 包括cassandra 这样的东西 对他的数据类型是非常之丰富 包括文本的 包括video的 包括audio的 是吧 这种unstructured的这个数据 第三个v的话呢 velocity的话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大数据自己的特性 它是一个big data application的一个需求 就是说有很多大数据的应用 那么它是要求你有一个实时处理的一个数据pipeline 就是一个real time的data pipeline 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amazon的这个推荐系统 就是你在amazon上边你购买了商品 或者你去search一个产品 比如说山地自行车对吧 mountain bike 那么它的search engine 会给你返回各种的山地自行车 但是同时它的recommendation system 会给你返回汽车的帽子和这个汽车后边那个驾车的架子 而这个整个的过程的话呢 它是越快越好 就是你这个mountain bike这两个词进去之后 要以实时的形式 这两个词要进入搜索引擎和recommendation engine 这两个engine的话呢 它所需要的这个数据处理通道一定是近乎于实时的 这个的话呢 是大数据应用的一个特色 它也是直接挑战这个大数据本身 因为你数据大了之后 你系统肯定会变慢 处理数据的系统肯定会变慢 因为你的任务多了 但是你还要另辟蹊径 去拿一个real time data pipe去处理 待会我们讲那个lambda架构的时候 同学们就会知道 好我们是怎么做的是吧 在硅谷这些公司 最后一个呢是16年才出来的 veracity的话 它实际上是关乎于叫data quality 这个的话呢 和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这个这个 topic其实关系也蛮大的 不光光是数据科学家 就是数据分析师 他们在建模的时候 他们关心数据质量 那么谁去把控数据质量呢 就是数据工程师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职位 去控制这个数据质量 因为你的数据进来之后 肯定会有bad data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数据都是计算机那个系统 或者是网站的这个后台系统 它的一些log的文件 或者是我们从这个各种数据源采集来的 比如说IoT采集来的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它里边肯定会掺杂了一些bad data 就是坏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你的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你采集来的数据肯定就是bad data 对吧 那我们数据工程师一个很 在这个data quality这个话题下 数据工程师其实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我们是第一关 就是怎么样去把控这个数据的质量 原来我们在Semitech做这个 Semitech是一家做诺顿沙都软件的公司 对我们是从我们的产品 甭管是个人产品还是entreprise产品 就是收集了很多的这个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进来其实里边总要有一部分 其实是bad data 那么数据工程师通过编程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吧 把这个数据给做一个clean up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好 我这里边就给大家迅速的介绍了一下 就是这个大数据 所以今天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就是 以后在面试的时候 万一是吧 你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 去面试 要把中午吃饭 别人就是问了一句 哎呀这个大数据是什么 对吧 你应该是对答如流 是吧 好 那么我来说一下这个数据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 这两个的区别 这两个的区别 我为什么把这个就放在今天讲的这个第二页呢 是因为这个是太多同学问的问题了 对 今天呢是20号是我们那个数据科学家的培训夏季班 就是今年这个夏天这个summer的这个三个月的这个特别培训班第一天开课的时间 对啊 很多同学都去这个参加了这个这个都对数据科学这个工作有兴趣 但是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告诉我这几个岗位的区别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解释两个岗位 一个是数据工程师 一个是数据科学家 我们先来从这两个岗位的工作内容方面给他做一个比较 首先你数据工程师对吧 叫data engineer 他们的话呢就是说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工作是叫data storage and management 就是数据的存储与管理 那么数据存储与管理在什么上做呢 一定是在分布式的这个数据库上去做 Hadoop Spark 然后我也见过别的就是比如说GroomProm这样的分布式的这种数据库 这个也是有的 那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数据工程师重要的任务的话呢 其实就是如何把收集来的数据妥善的入库 就是把这个数据通过一个etl 就是extract 然后transportation 然后loading 就是抽象 然后是转换 然后是输入 把这个etl的这么一个过程 把这个数据妥善的存到哪儿 团到data warehouse 或者叫现在叫data lake 就是一个重要的数据工程师的一个工作 第二个数据工程师工作其实也跟数据有关 叫data integration 因为越是大的公司 它的数据越复杂 它有一种系统叫legacy system 就是所谓的旧的旧的系统 那么这里边存储了大量的历史的数据 它有当前的production line 就是当前的产品线的数据 还有从第三方买来的数据 是吧 还有一些就是从第三方直接置换过来的数据 你看美国所有做security这些公司 他们这些数据其实都是有置换的 那么你这些不同的数据园 怎么把它们整合一下 怎么把它们给integrate 一起起来 这个的话呢 简单的想 可能是通过一个内建和外建 把它们给做一个drawing就起来了 但是很多case比这个要复杂的多 因为我们见过这种公司啊 他做线上的marketing 拿到了很多这个用户的一些信息 他做线下的marketing 就是比如说到学校里边 或者在这个做活动 也收集了很多的信息 用户的信息 但怎么能把线上和线下对应起来 这个就有点难度了 为什么 因为你线上的话 你可以有用户免费信用卡什么的 你线下你可能只是拿到了一个用户名 对吧 那么你别的什么都没有 怎么把它们就是用户的信息给整合起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采领区 好 那么数据工程师还有没有别的工作 有 就是数据科学家的一个助手 因为数据科学家他需要海量的数据 他们自己数据科学家 其实本身一个基本的工作 这个工作的内容就是要把数据采集起来 然后做分析 但是有的时候数据工程师是帮助数据分析师 和数据科学家去采集数据的 把数据为他们准备好 清理好 是吧处理好 还有一个数据工程师的工作是什么 他是跟产品工程师做产品的 比如说你有一个model 对吧 那么你要把model放到金融的产品里边去 那么你怎么样 你要有什么 你要有真正去实现算法的 就是软件工程师再去做这个事 但是你数据工程师你是什么 你是介于数据科学家和软件工程师中间 那么你正好起到一个连接的作用 因为你既对数据是了解 你又对模型有一些知道 那么正好你配合这个产品工程师 把这个模型放到这个产品里边去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数据科学家都干什么 数据科学家的话 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modeling 就是建模 这个是肯定的 你甭管你是用统计方法也好 还是用marshening的方法 对吧 建造模型 这是你的主要的工作 当然我也见过就是不用marshening的 就直接就是用统计方法 主要是在做一些 比如说user behavior analysis 是吧 用户行为的分析 那这里边的统计的方法会稍微多一些 无论如何 数据分析师和数据科学家 他们的这个工作主要是什么 分析建模 对吧 那么他们做不做别的工作呢 他们其实 真正的这个做数据的这个这个数据分析师 数据科学家来讲 他80%的时间 其实都在做数据里边的东西 比如说data collection data clean up data normalization feature engineering 所以他们对数据其实也做了很多工作 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人就是confuse 说哎我这个数据科学家怎么也做了很多数据工程师的工作 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数据科学家那个那个数据收集采集处理 他主要是为了去拿他的什么呢 建模用的 建模用的这个建模的数据 对不对 所以说他跟我们这个数据工程师所做的那个数据存储和管理的工作 那那就是他是相对来讲比数据工程师那个要简单一些 数据工程师是要处理很多非常非常复杂的case 好我们再来说说今天因为我们是主要是在讲数据工程师这个工作嘛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数据工程师就是那个他有什么样的出路 对不对 因为现在来讲 CS背景的这个学员的话 其实他们找工作 其实相对别的这个工作还不是太难 因为究竟CS是一个传统比较好找工作的 但是的话呢 就是说 嗯 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个我们的学员在学这个数据工程师这个课程之后 基本上都是去比如像Google Microsoft IBM Amazon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公司其实他们是提供大数据平台的 Amazon有什么 AWS 对吧 IBM本身它是有一个基于spark上面的一个一个这个数据处理和分析的一个一个系统 微软有什么 Azusa Azusa现在也开始做这个Machining的一些Tools Google更是这样 对吧 所以就是你如果是CS背景的话 那么学这个数据工程师相关的这些课程和技能的话 你基本上是去这样的公司 当然也有一些嗯 学员去比如说Clorodera Houghtonworks 这些本身就是大数据的Vender 对吧 他们更是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工程师 另外一个出路呢就是Facebook Linkin 是吧 Uber Airbnb 就这种公司 它虽然不是不是提供大数据系统 也不是Vender 但是他们自己的数据是非常大的 他们需要数据工程师去好好的处理他们的数据 把他们的数据保存在这种分布式的数据库里边 一共这个将来这个就是去做数据分析啊 产生商业商业价值 这个的话就是数据工程师 他那个嗯本身的一些工作的特性 我希望就是今天这个讲解呢 就让大家都清楚了这两个岗位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吧 我还听过笑话 就是说这个数据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 还有数据分析师 其实有一个叫比试链 就是就是互相比试 就是这个是没没有必要的 因为这两个工作岗位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工作 只不过工作的内容和工作性质有所区别 没有这个谁高谁低的这个区别 好我们就把这两个岗位介绍到这里 好那个下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 就是系统设计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 这个的话主要是这个 就给大家一些知识了 就如果比如说你将来想做数据工程师 这些是你最基本的 如果你说我想做数据分析 想做那个数据科学家 我觉得你听听这些基本原理 对于你理解大数据系统 因为现在几乎每个人 每个数据分析的人 他都要面临一个情况 你甭管是金融也好 还是任何专业 他们都会目目到这个大数据平台里面 你懂一些基本的这个原理 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所有这种大数据系统 他们这个为什么叫Big Data System Design Principles 就是它的底站的一个基本原理 这个底站说是什么底站 就是Hadoop Spark 还有这个Green Prime 这种分布式的系统 它的底站的原理 第一个 系统一定是自管理和自恢复 这个是肯定的 你不能这个系统 比如说你有200台一个cluster 一个机器装上Hadoop 其中一台机器死了 带着你整个整个这个机器全都 整个cluster全都down了 这是不允许的 它一定是这台机器死了之后 这台机器如果down了的话 那么你挂了一台新的机器 整个系统还是work的 然后performance should scale linearly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现在有200台机器 我增加到300台机器 它的这个数据吞储能力 数据计算能力 是应该成线性的增长了 但不可能是纯线性 就是几乎是那种这个线性的这种增长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行 行话叫move computation to data 什么意思呢 就以前我们做数据分析 是把数据拷贝到笔记本上 然后用r来建模 现在不是这样了 因为现在数据大了 你根本就考不到你这个电脑上面来 怎么办 那么你要把你的一些计算东西 要move到那个data所在的地方去 在那个地方去做计算 所有的这个Hadoop里边的一些计算的东西 都是这样 他把那个计算程序实际上是目到这个 HTFS上面 就是存储数据的地方去用这个计算 最后一个的话呢 就是simple call modular and extendable 这个就是你在这个系统整个设计的时候 你要考虑到就是它本身来讲 是要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一个框架 也就是说你在比如说像Hadoop 你在一台机上装了Hadoop之后 那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configurations 那这台机器应该很容易的能够连到一个cluster里面 协同的工作 ok一说cluster 很多同学问说什么是cluster cluster就是简单讲就是 就是众多的机器用电脑用这个网络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每台机器通过网络通过一个资源管理的一个系统 通过一个分布式的一个任务管理系统 那么把这个任务在多台机上进行运行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cluster 对 刚才那个凯文老师说 对我们教室里面 我们自己是给同学装了一个cluster 就比你去用Amazon 那个AWS 那个要好一些 至少没有增加的费用 另外一个所有这种cluster 这种计算 这种configurations 其实它是可以去平移的 Amazon的上面的这个机器 刚才有一个同学好像问了一个hive 叫什么ERM说用的慢 是一样的 那个Amazon上面装的也是HatubeSpark 这样的系统 其实跟这个cluster的运行环境是完全一样的 对 好 我们看看下面 介绍几家这个领域里面的大公司吧 就是将来如果你到了公司里面参加工作 你的big data这个系统就来自于这四家 Claudra Hatube Mapr 前面这三家是做Hatube起家的 后面这一家是做Spark起家的 对 大家可以就是说去看一下这几家的系统 第一个就是Hatube Hatube 这里边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Hatube这个框架 里边如果你看的比较快的话 你会发觉第一排左边数第三个就是那个Hatube 对吧 那个Hatube 刚才有一同学问说这个Hatube这个慢 是这样的 就是说快和慢是相对于 如果你要说处理很小的数据的话 那你在一台电脑上面能处理 你没必要用cluster 你没必要用这种Hatube这种分布式的这种数据库 只有当你是处理海量数据的时候 Hatube才会让你觉得他处理的的确快 因为你要处理海量数据的时候 你是在几百台机上同时那什么在这个处理 那你当然你的计算资源就会充分的去掉度了 你要是一个小的计算任务 在一台电脑就能运行 那你想想Hatube自己启动 他要启动多少系统资源 他要启动多少系统程序去管理这个系统资源 去做这个任务的分配 而这些资源的话 他启动也是需要那个时间的 所以说你要数据小的话 你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用去 都在用去启动这样的系统资源了 你真的计算这个 这个Seql的开销其实并不很大 好 那么Hadoop里面到底有几个东西 我们比较关注呢 就是首先底层肯定是一个文件系统 HDFS就是叫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这个是跟那个Google的三篇论文 其实是紧密相关的 Google三篇论文第一篇是什么 Google File System 这个Google File System这个Whitepaper 03年04年出来的吧 那么它被开源社区实现出来就是HDFS 对吧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在的File System上 上边就是一个资源管理器 是吧 叫YAR 然后再往上边呢 是一些application的这些components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Half 对吧 最左边的是Peak 那是Yahoo的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数据处理工具 再往右边看的话 有一个叫什么Edge Base Edge Base其实就是从Google的那个Big Table那篇 那个论文演变出来的一个 Non-SQL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结构 刚才不是咱们说了吗 大数据包括有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那么非结构化数据怎么样 要用Non-SQL database来处理 HBase就是其中的一种 当然你可以看到很多别的了 对 Storm 再往右边看 一个叫Storm 那个是什么 是real-time process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大数据的第三个V 就是说大数据里边 你有一些场景是需要一个real-time data pipeline 去处理的 那么Storm就是处理这种实时 Data pipeline的这么一个工具 它是在Hadoop里面 Spark里面叫Spark Streaming 对吧 好 你在往右边看的话 你就看到Spark了 对吧 那么Hodwork 其实是把Spark放在Hadoop里面 其实Spark和Hadoop 是两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数据 大数据平台 好 但是因为Spark它自己没有filesystem 对吧 所以它就直接用了HDFS来做它的filesystem 但是Spark其实在AWS里面也能用 它可以直接和AWSS3 就是S3 S3去做它的文件系统 对吧 好 我就把Hadoop给大家串了一遍 其实 做数据工程师真的 有的时候你真的有一种很 就是很爽的感觉 因为什么 因为你编一个很短的程序 插一处理 都是是吧 几百个GB 或者是几个TB 几十个TB的程序 夸一软 就是那个成就感其实还是挺高的 对 好 好我们下面来看看另外一家 另外一家 就是Cloud 其实跟刚才那东西 跟刚才那个Howdenworks那个架构差不多 都是把Hadoop开源的这么一个系统 把它给重新打包 然后最后呢 自己给那个 就是提供出来 像Cloud和Howdenworks还有Mapr 他们做的工作 其实就是把这种开源的系统 然后呢 以自己的服务的形式把它给提供出来 就是一个consulting的一个东西 那么因为他们很类似 我就不再多去介绍了 我重点呢 去介绍一下Spark Spark的话 Spark一出来 就让人家眼目一新 是吧 这个Berkeley的这个 in-memory computation 就是内存计算的这个实验室 是吧 几个PID说声 千千千后后的都 quit PID了 都出来来开公司了 是吧 先是那个Rainer 是吧 做了Data Break 然后接着是浩元 是吧 也是出来做另外一家那个 就是内存计算的文件系统 那么一家公司 Spark它比Hadoop要快 而且的话 现在在这个市场这个应用这上面 Hadoop的话呢 虽然还是主流 但Spark这个追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现在很多公司都开始就越来越重视Spark的开发 那么Spark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内存计算 就是它的所有的这些数据处理什么 都是在内存里面进行的 这是因为现在内存很便宜嘛 所以你看到很多机器 是吧 几百个这个GP的这个这个内存不算什么 那么它在这里面计算的话 显然比Hadoop这个文件IO要快得多 对吧 这是一个它快 第二个的话呢 它本身系统设计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它是all in one package 所有这些components全部在一个package里面 Hadoop是什么 就是hive是一个package 然后那个pig是个package 就是它那个installation 那个package是分割的 那么这个在产品在这个版本兼容上 就有很大的问题 将来在工业界 但是spark它是all in one package 所有东西都在一个package里面 你一装所有的components都被这个升级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就看最右边那个mllab和graphx 这个是spark的这个杀手锏 为什么 因为它把机器学习放到了大数据平台里面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在r里面去处理一些 比如说10个gb的数据 那r是处理不了的 对吧 你这个笔记本上r是不行的 除非你r是装在cluster里面 是一个大的机器 那是可以的 好 那么spark它做了一个很好的事 就是它把机器学习这个任务 把它分布式了 就是你不是在一台机器里面 你不是在一台bidi-bar里面 你不是在一台电脑上 分布式 它把这个机器学习这个过程 做成了一个分布式 在很多台在class上面去做 所以它实现了一个什么 就是真正大数据的一个机器学习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还有就是graph database 叫graphx 就是图形数据库 它也给实现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直接和marslining去对接 直接和这个数据科学去对接了 所以这个spark其实做的是挺好的 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spark这么受欢迎 好 我们现在刚才介绍了hadoopspark是吧 下边的话呢 嗯 我觉得我就不想介绍这个细节了 就是hdfs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留更多时间回答一下同学的问题好了 我们往后边看一看这个lambda lambda这个架构可以说 现在做大数据的公司 或者是公司里面的数据应用 很多都是用的lambda 那么你如果是将来做数据工程师这个工作的话 数据工程师其实就是软件工程师的一种 只不过你专注于数据嘛 对吧 如果你是做数据工程师这种 或者你做系统工程师这种 你肯定你的面试体里面 大部分都是关于lambda的 好我们来看看lambda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架构 它就是三层的架构 第一层叫batch layer batch layer是干嘛的呢 就是说你的数据不是大吗 对不对 比如说像amazon这种公司 每天都有海洋的oders 对吧 从olab系统过来 然后这些oders的话都以log的形式给log起来 或者是放在这个olab数据库里 然后之后再把它给给导出来做一个数据包 然后打到这个数据的后台 那么你的数据呢是非常非常那个多的 一个数据包可能几十个gb 甚至于上tb的这种 那么你进来之后 那么系统会以p处理的形式 就是batch的成这个这个形式 比如说每每个小时每两个小时 把收到的数据包做一次p处理 那p处理的意思是什么 我把这些东西全部甩到cluster里面去处理 那么cluster的这个资源管理器 任务管理器会根据当前cluster使用情况 把它进行任务的分配 那么这个快和慢就取决于你cluster 本身现在被用的情况了 对吧 资源管理器会做资源自然的去去调配 但是它能够batch的系统 能够guarantee 你能够你的这个任务是要 总之要是最后要被去运行的 除非系统出问题了 那么最底下那个叫什么 叫speed layer 就是我刚才介绍那个real-time data pipeline 那么batch那个是什么 我任务甩上去之后 那么就就开始去执行吧 反正就是这种资源有资源我就用 没有资源我就等等 但是real-time的不一样 real-time data pipeline是什么 就是说我这个数据进来之后 我一定通过storm就是hadoop storm 或者是spark streaming这么一个架构 把你这个数据以实时的形式进到这个数据处理过程 就像那个amazon那个是吧 那个mountain bike那两个词进来之后 迅速进入搜索引擎 迅速进入推荐系统的引擎 返回自行车的帽子 返回自行车的架子 对吧 这些一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你要真是处理个五分钟 那你想我们坐在这个amazon这个网站前面做五分钟 那那肯定的用户就就跑掉了 这用户体验就太差了 对 还有一层的叫service layer 这一层的话呢 其实是分是分的 有一个是后台的data lake 就是data warehouse 前面的话呢是有一些商业的逻辑 能够直接去提供这个具体的服务的 对 好 我们就把这个lambda给大家就是介绍到那个这里 嗯 后边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 airbnb 他自己对这个lambda的一个实现 就lambda的那个架口其实就是三层 对吧 那么各个公司实现起来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 你看到在rbnb的话 他实际上怎么样 hive他也在用 两个hive的这个这个库 一个是golden cluster 一个是silver cluster 对吧 这是他们内内部的名字 就这两个cluster 其实肯定他都是计算资源相当相当丰富 那么把这个公司的这个data warehouse放在里面 然后后边还用了一个spark 但是你甭管用什么样的框架 你甭管用hadoop hive还是spark 那么这个的话 他仍然是一个p处理的架构 就是数据进来之后 是有一个任务管理 把这一批数据扔到这个cluster里面去 然后就是有资源你就算 没有资源你就等 对吧 一直到这个任务完成之后 这个p处理任务就完成了 他跟那个realtime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我们看看RBNB怎么去搞realtime realtime data pipeline 他就用什么 他没有用hadoop的storm 他用的是spark的streaming storm和spark streaming是现在最主流的两个这个这个 实时处理的一个框架 那么RBNB的话 他用的是spark的streaming 前面还加了什么 还加了一个linked的kafka 对吧 等于是要处理的这些什么mountain back 这个keywords进来之后 是通过kafka这么一个消息分发机构 分发给实时的这个系统 然后实际进程处理 最后把这个结果再返回到这个service layer里面去 对吧 但是这个系统是处理的 非常快的 非常快的 我这地方就是给同学留一个面试题 你回去自己去google或者准备一下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storm and spark streaming 就是storm和spark streaming 他们在实时处理这个工作原理上有什么区别 这个是几乎是就是被很多人都去问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实现这个realtime data pipeline 你就这两个方法 对吧 好 就这两个主流的方法 好 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讲一讲 那个就是你怎么能够去找到这个数据工程师的工作 是吧 这个里面我就介绍这个几个东西吧 嗯 在我介绍之前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6月3号新的一期数据工程师的培训班就开始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发email 就是到我们的官网上边 可以发到infoatdataflab.com 你也可以在我们官网上直接去报名 点击那个我要报名那个按钮 就填一些信息就可以去报名 那么数据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 那他们找工作的这个路线 其实我觉得都是大同小异 都是首先你要有很丰富的这个内工 就是基础工 基础工什么 我不讲data scientist 我就讲数据工程师 基础工是什么 算法 合编程 对吧 Java Python 还有一些算法 刷题 对吧 只不过你找数据工程师的工作 你可能不像别的人去找软件工程师刷题刷的那么狠 因为现在这个刷题刷到简直是疯狂了 就是我我我我我见过有人刷五遍还觉得不够 对啊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你如果只靠刷题找工作的话 那你是非常的被动的 因为你只能去越刷越高越刷越难 因为这个水涨船高嘛 大家都来刷嘛 所以说这个面面面士官也要出点难题来面你 要不然的话 对吧 出了五道题 大家全都会 那怎么能从五个人里面挑挑出一两个人来 但是数据工程师的话 因为你有一部分技能是来自于Hadoop Spark和Lambda这一块的系统的一些实现和功能 对吧 那么他对于你刷题的这个要求会适当的降低 不是说不刷是说要降低 这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的话 你们计算机专业一个班20个人30个人40个人 那么你怎么能够做到脱颖而出 这个的话呢就是你你不学这个大数据工程师 你可以学学比如说安卓的开发 你可以学学网站的开发 就是你得有一技之长 我们今天只是说给大家这个介绍了一个 一个这个数据工程师怎么一技之长 也的确现在数据工程师的市场需求量比较大 对当你学别的 是吧 比如说移动互联网或者是网站开发也可以 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就可以 那么一技之长是要怎么去体现的 那就是我这里面写的项目实践 你得做几个项目 对吧 像我们这个program里面 我们是带学生做recommendation system的一个 一个真正的项目 然后带大家做一个healthcare的一个项目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面试技巧 我觉得印度学生基本上找工作 能找到他自己实际能力的120%的工作 就是都是往高了走 我觉得中国学生真的包括我自己刚毕业的时候 其实只是找到了自己真正能力的80% 那么一个工作 就是可以说我们的能力是很强 但是在面试方面其实是吃了很多亏 我个人觉得面试这块就是三个东西 第一个你要怎么样呢 就是尽量收集面试题 然后做真题 就像以前我们考家一样 第二个的话呢 要真的是多练习反复的那个练习 比如说一分钟的self introduction 这你肯定你要你要做的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说多向师兄师姐去请教 因为他们刚找到工作嘛去年 所以跟他们做朋友 要请教一些面试的经验是很重要的 对 好 最后的话呢 希望大家通过这些步骤的话 都能找到这个工作 我们下面留时间给大家做Q&A 好 谢谢王老师给我们主持今天的公开课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这种数据科学家 数据工程师的工作 因为现在的确 这两项工作是相对比较好找工作的领域 那我们下面就来做Q&A 好的 我接受到了很多同学的问题 然后我想就是有些是关于矿子的 然后就集中让凯文老师先回答一下好吗 然后我看凯文老师 ok 但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同学他问请问如果是做Q&A 需要刷题吗 Litcode 然后需要刷这个 然后 而且如果你们招学生呢 那个招candidate的话 会不会有target school 就你们会不会有学校的一些要求和偏好 好行 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需不需要刷题 我自己是美养国 我在国内是capital one 我在这边是bua 然后我自己也变过google 微软 亚马逊 都变过 这么说吧 那传统科技公司 尤其是flag的公司 或者是葛达 顾教授的这些 非常活动 startup的公司 他们的面试题 肯定要比 我指的是刷题方面 肯定是要比金融行业要难很多 要深很多 但是Nitcode的刷题 你还是需要的 但是主要把精力放在easy上面去 最多最多再稍微刷几题 有代表性的一点 就够了 但是我需要 我希望大家是说数据结构 这一块算吧 这一块 你的每一个数据结构 它的内部的原理 你需要知道的比较清楚 因为这个是最核心的东西 刷题嘛 没有这么高的古话 但是你也得去刷 那卡不卡学校 这个这么说吧 我所知道的这个大的银行 一般情况下 只要不是最火的 像那种什么黑市啊 或者是什么 这些最火的部门 他们可能会卡学校 但大多数部门 是不太卡学校 是不太卡学校的 比如说我们组的话 是从非常好的学校 到不太好的学校 什么人都有 关键还是看能力 对吧 刚才Jason老师也说了一个 你的networking要做好 然后你自己的self introduction 你的简历啊 这些东西 不光是你technical方面的 一些soft skill 你要去准备好 这些东西比较重要 对 好行 那这对于这个问题 我这样的回答吧 谢谢 谢谢凯文老师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说 他是计算机专业的 然后他又想做quant 然后他就问 可能他就没有什么金融的背景 他说是不是考一个cfa 也就够用了 在quant里面 cfa一级 说实话 cfa一级的话 大多数是和counting 有关的 counting的知识 在金融业用处不是特别大 所以一级可能不够 但是我这么说吧 cfa你考完三级 对于找工作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门砖 但是到了工作中间 能有多大的用处 我在这里要打一个问号 但是你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学生 你如果能有一个cfa 那绝对是比较 对你找工作 会是有比较大的帮助 但是工作中 这么说我们老板 这么说吧 我从进入银行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想想要不要去考cfa 现在我在银行的工作六七年了 我自己也没有 我说实话 我没有去考过cfa 然后包括我们的老板 对我们要不要去考cfa的原话 大概就是说 你要想考你自己去考 但我不会抢 我不会 我没有这种硬性的规定 因为他也知道cfa 对实际工作中间 能够带来多大帮助 是要打问号 对 如果是学生你去考一个 如果有这个时间精力去考一个 对你找工作放到前提上 是有好处的 谢谢 那你的一级的话 我觉得 如果是你的目标 是只是一级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是不太够 因为一级很多是counting的东西 对 那谢谢唐老师 那我能再补充问一下 就是假如像真的是 没有进入背景的同学 他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获取 这个金融的知识呢 那金融的知识 那这么说吧 你如果是计算机的 或者是一些engineer的方面的话 那你先把数学学好吧 对吧 因为尤其是统计啊 这个概率啊 这些东西可能会多多少少需要一些 那对于金融的东西的话 你可能平时更关注一些金融的新闻啊 或者是一些大的政治的事件啊 可能 然后你可以 待到我私下里面可以推荐几本书了 就对于矿的找工作 大概有这么四本 相当于bible式的 相当于这个need code这样的书 大概有三四本 四本的样子 我到时候 我可以的话 我可以share给大家 你可以通过看看那些书 然后去准备去矿 但是如果一点金融知识都没有的话 那可能去银行业可能最适合的 还是像我这样子矿的developer 那主要还是以矿机为主 好的 谢谢卡罗老师 然后还有一个同学也是有个问题呢 他说 他说你的目前金融市场 他想请教一下你目前金融市场如何 然后另外 Machian Learning和Data Science 目前对金融公司帮助大吗 然后将来的前景如何 金融市场这个怎么说 这个也不好说 对吧 你说金融危机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 来的时候谁没有人能够预测到 现在的金融大盘现在是屡创新高 那也是在一个历史的高位 所以大家现在都非常非常谨慎 然后再加上政治的一些因素 这个都不好说 对吧 那但是金融业的这个工作还是也是比较多的 然后再加上一些政府的新政策啊 这种宽松的 然后可能多多少少会有所帮助 那职位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吧 不管是商业银行啊 这个还是这个投资银行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这个对冲基金的一些份嘛 就是工作还是很多的 那么Machian Learning和Data Science 对金融公司盈利的帮助大不大 那这么说吧 以前公司你在就举个小例子 以前你金融公司 你在trader身上花的钱 对吧 你trader好的trader 你一年的这个package 对吧 怎么说半个million可能都会是有的 甚至更高的可能都是会有的 一个million 两个million的可能都是会有的 那随着这个Machian Learning和Data Science的 这个越来越多的应用 trader在银行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那你想看最起码这个钱就下来了 对吧 那像我们以前大概有六到八个trader 现在就两个 你想看这个为银行省下来多少钱 对吧 那这个是个当然开玩笑似的了 那 那是的 他对银行这个盈利肯定是有帮助的 因为是trader或者是pervolume manager 他们都会犯错 都会有情绪 刚才也说了 那对于machine learning来说 他们是基本上不会犯错的 那如果说你的model有问题 那不要紧 那就是你的 你只要严格按照这个model去做 那肯定是机器是不会犯错的 那所以盈利肯定是有帮助的 能够的machine learning 包括这个deep learning 这个人工智能 在这个人工智能 加上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投资方面的领域的应用 只会是说发展的越来越快 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开关老师 然后下面的问题可能是对Jason老师 好希望回答一下 就有一个同学说 他说那个如果数据量有500TB这么大 他说那个compile Amazon EMR Amazon Lambda 然后在什么情况下 Lambda会更省钱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趣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吧 你给我发个email 到jason at dataapplab.com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属于一个consulting的一个问题 现在是这样 就是AWS 什么人用AWS 以前是一些 斯大部的公司喜欢用AWS 因为它是叫什么charge by usage 就是你用的越多 是吧 你收你钱收的越多 那么你这里边的这两个系统的话 这个EMR 它其实在Amazon里边 它用作这个ETL 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多 是吧 咱们把一个数据漏得到这个Amazon自己的 包括 自己其实有一套那个数据库的一个系统 这个Lambda的话呢 Amazon的Lambda的话呢 据我的了解 它实际上是一个事件管理 它和我们今天科上介绍那个Lambda 其实还是有点区别 所以我们科上介绍那个Lambda的话 是一个就是Native 就是怎么就说 就是一个纯的一个 那么一个框架 你这个框架你可以在 Amazon这个AWS里边有一个实现 你可以用Hadoop把它给实现起来 比如说你这个Batch用Hive来实现 你的Data Lake用Hive来实现 你的这个RealTime你用Storm去实现 就是你怎么去实现这个的话呢 你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实现方法 至于说你这个问题说500个TB 到底哪个更便宜 这可能要真的你要去找一个Amazon的 它的一个工程师帮你算一算 因为你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cluster 对吧 然后它这个计算本身的话 其实不是说光是一个处理数据的问题 还有数据存储也是有费用的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那个网络的带宽 其实AWS也是要去查一些东西 如果你要是想问一些更具体的东西的话 我倒可以帮你介绍我们在Amazon里边的工作的学生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朋友 给你做一个专项的一个consulting 好 谢谢Jason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 他想知道说就是 专门是搜这个big data 他说他想知道到底什么是man的etl tool 他说是talent还是其他的 我没太懂这个问题 哦 我看到了 我看到这个问题了 OK 我一看英文知道了 OK 是 你说是主流的etl tools 对吧 主流etl tools 这个talent的话呢 其实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公司都在做这种 这种图形化的这种 这个etl的这些tools 等于相当于就有点像 那个plus and play 那个架势 就是我把一个东西拽过来 然后之后呢 几个模块一组合 然后我这个数据就能够这个处理好了 这样的公司其实很多 但是他们能不能称之为主流的etl 这tools 我觉得这个不好讲 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 就是说 如果你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公开课主要是想 介绍什么呢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 今年毕业的一个 比如说computer science的一个毕业生 或者we的 或者别的是吧 转行cs的一个学生 你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entree level的一个数据工程师的一个工作 那么你这个工作的话呢 其实说实在的 你这个etl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些标准的一些tools 而不是用这些就是 这些 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就是专攻某一个工具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比如说像hive 是吧 在这个大数据系统里边被广泛的应用 因为它简单嘛 cycle 是吧 调map reduce 然后之后实现大数据 那么你可以用hive来这个实现一些etl 甚至于 如果你加完好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map reduce 就是去实现一些 这个etl的这个实现 那么你这些知识的话 其实是可以poutable的 就是你这样的知识 你可以这样找工作的时候 很多公司都是直接去接受的 而不是说你就去学了一个tools 那么这个公司用 下一公司它不一定用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了 对 好 谢谢老师 问题有点多 然后还有位同学 他想知道说data engineer 和etl engineer 区别大吗 然后data engineer 主要工作是在数据吗 OK 这个就是data engineer 和etl engineer 我觉得这个 这两个词的话 让我突然想起来 今天上午有 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jason data analyst 和marketing什么analyst 这两个区别是什么 就是数据分析师和市场分析师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对吧 我觉得这个地方 其实你这个问题跟那个问题 其实挺类似的 因为etl工程师 其实就是数据工程师里面 更被细分了一下 就像数据分析师 其中有一部分做data driven marketing 那么这些人 他们有可能被称之为市场数据分析师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 数据工程师和etl工程师 它区别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etl工程师 可能真的你就是做etl的 虽然说你也是数据工程师的一种 对吧 那么后边第二个问题 我没耐心是什么意思 第二个他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他是说这个data engineer 主要工作是在洗数据吗 洗是那个洗衣服的洗 好就是data clean up data clean up ok 数据工程师的工作 他对就是比如说data process 就是数据处理里面 其实包括很多东西 data clean up 对吧 这里面包括什么 包括要把坏的数据拿走 对吧 然后data的什么 normalization 就是把它给就是normalize出来 对吧 比如说data的什么呢 data的这个就是computation 因为你想我们做这个建模之前 我们需要feature 对吧 那么feature是怎么样 feature是在原始数据上去算出来的 那么数据分析师有可能会要求数据工程师 好 你帮我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 计算这个feature 这个feature是什么 在原始数据上 你是套用各种各样工程算出来的 所以data engineer的工作的话 不仅仅限定于data clean up 他这里面其实有好多别的工作 比如说data integration 也是我们工作里面一个重要 就是你怎么把不同的数据员整合在一块 对吧 然后交给这个 因为你对于某个对象的数据 你掌握的他数据越多 你对这个对象了解就越多 比如说你想做用户画像 对不对 那你对用户的数据越多 你对用户越了解 那么用户的数据怎么多起来 还不是你关于这个用户的不同的数据员 把它们整合在一起 所以数据整合也是数据工程师 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对 好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我就再挑一个问题 来问一下建老师 然后其他的问题的话 然后你们可以通过公众号 然后发给那个我们 然后我们也会专门的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好吗 因为时间实在今天有点超时了 然后有个同学就说那个 他说有没有上过这个data scientist的课程的前学员 然后对这个data scientist这个课有什么评价 这个好像跟我们今天讲呢 没有太大的关系 然后建老师就简短的回答一下 我觉得我们的学员对我们这个课程的评价的话 我觉得最好的评价就是我们的学员找到工作 对吧 就是他对这个课程喜欢和不喜欢 我觉得我们倒不是特别的关心 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学员是不是通过这样的课程找到了工作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学员的要求其实还是挺严格的 举两个例子吧 就是你前边是课堂的学习是吧 有有经验的数据工程师数据科学家帮你收课 后边做project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你就建个模型出来就完了 对吧 我们不是说像数据工程师你就用java写个是吧 写一些程序就完了 我们是说你做的这个project会成为一个APP 一个应用 而且你的document是什么都要把它全部写好 这个的话呢 就是可能有同学就会觉得我们要求就太高 对吧 我找工作 我为什么还要把文档写得这么好 我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个真正的一个APP 放在网上别人都能看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们要求高一些 但是我们对同学的要求这样的是有原因的 你不把document写好的话 你面试的时候你说不清楚 对不对 本来中国学生英语就不是那么特别的跟native speakers 比不是那么特别的强 那么的话你把它写在document里面 会对你只要你下笔 会对你知识的整合系统化 然后将来你面试的时候 不就把你写的东西把它给背出来吗 对吧 那么这样的要求可能学生会觉得严 但是我觉得对你找工作的有好处 对吧 好的 真的老师要不咱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行吗 然后同学说那个spark dataset普及之后 如何考虑那个pyspark的使用 是spark使用者会放弃python 还是python3的typing library会普及 这个问题您听清楚了吗 这个问题您听清楚了吗 我大概听明白了 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spark越来越普及 是吧 是不是影响到 就是拍上自己那些native true keys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spark系统其实用什么写的 用scala写的 对不对 那么他与生巨来支持是scala 然后支持他会支持python 然后再去支持java 这是他基本的就是说这个开源社区 很多developer他们都是这么做的 就是有一些步骤 但是这个丝毫不影响说spark越来越多 那么pyspark用的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你那些machelin的那些python的tools 你还是照样用啊 因为你做machelin的时候 你还要去调用那些东西 对 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平行的 他们之间没有一个对冲的关系 没有一个conflict这么一个关系 好的 谢谢杰森老师回答问题 谢谢凯文老师回答问题 然后我感谢大家的提问 然后因为实在问题太多 然后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为大家一一解答 然后有任何的相关的问题 和那个咨询 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发给我们公众号的就可以了 然后今天就先进了 这样就是那个 现在如果 现在就是请你现在就去我们的官网上看一看 你可以发觉我们官网有一个小的变化 就是在右下角有一个小助手 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网站小助手 你要想去提问题非常的方便 就去那地方问吧 他们会把问题收集起来 然后之后回答你 对很多东西都会这样 你报名你就直接去网上去网站去报名 你都不用给我们发那个email 对吧 就是这个网站本身这个功能 其实是很多 还是我们这边的这个网站功能 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你要想问问题 网站的右下角就有一个小助手 是吧 好 那今天公开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 周六的晚上还来参加 辛苦 杰森老师和凯文老师了 好 大家晚安 再见 谢谢大家 好 再见